其實我們常常在音樂園上的人都會問說 他們這個壓力很大的時候 該怎麼辦 我們今天換一個問題好了 要換一個問題 換一個問題 做什麼事情是最快樂的 我覺得聽音樂的時候是最快樂的 真的齁 唱歌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 然後滿頭大汗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 所以你喜歡運動嗎 就是我覺得運動有時候 比如說像跑步好了 剛開始會覺得很累 可是經過一個階段以後 就是呼吸調順以後 然後滿頭一直流汗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是很暢快的感覺 運動完之後有一種暢快的感覺 那你的創意來源 通常都是很快樂的時候 是紋絲全有 還是很不足的時候 還是都有可能 我覺得都一樣很重要 因為像 但是快樂的時候當然是 會有很多新鮮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難過的時候啊 也是寫歌很好的時候 因為你就是藉著紀錄下當下的心情 然後讓自己不但是有一個宣洩的出口 那同時呢 你在走過那段時間回頭看的時候 會知道自己是如何成長過來的 哇那你這一次得到了最佳新人獎 那個時候 你覺得你的那個創作的那個世界裡面 是什麼樣的感覺 滿頭大汗的感覺 創作的世界 對啊 就是突然得獎的那個瞬間 就是嗨了一個晚上 然後隔天就繼續就是 還刷牙洗列車 那你很那個耶 你很理性耶 不是因為我覺得得獎這種東西 它是一個禮物 那收下之後當然是很感激 也很高興 但是日子還是要一樣的過 就是不能因為大起大落 然後讓自己就是迷失 或者是不知道就是 第一在哪裡 哇很多人得了獎以後 壓力大得不得了 就影響創作 因為他就想 我一定要再創作到很 很棒很棒 這樣你會不會有點類似這種 無形的壓力這樣 我也有經歷這個階段 就是寫什麼都不對 然後都想太多抓牛角尖 可是像這個時候呢 我就一定會告訴自己說 把筆放下 把親放下 就是一定要出去走一走 去沒有去過的地方 然後找朋友出來聊天 親飯 可以 我覺得那都是很好的方法 不要一直卡在抓牛角尖裡面 沒錯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那對事情不會有幫助 沒錯 這個就是good idea 送給你們的朋友 千萬不要再上網一次蝦品了 我根本就不蝦品 聽說這裡還有一個百貨公司 是剛才那個文強講的 我才知道 對 OK好 那麼我想佳穎其實 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提示 就是離開那個情緒的困境 讓自己滿頭大汗 還有記住那個很high的感覺 可是生活還是要回到balance一下 嗯 就是我會想到一句話 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人轉 是 好 沒事 三轉路 要是突然想到的地方 轉念啦對不對 要轉身 去面對一下別的事情 轉轉轉 我們就不會卡在夜運的情緒當中 好 非常謝謝 接下來我們帶來什麼歌曲呢 接下來這首是新專輯裡面的一首歌 叫做綠洲 綠洲 綠洲